天堂家庭電腦入戲機 電腦 平板電腦 智能手機 今時今日我們經常都會用電子產品去學習 但怎樣做才是一個盡責的學生呢 不如我們聽聽這班同學有什麼說法 用iPad的時候要遠一點看 要注意距離 iPad是我們的學習工具 記住靜許用來學習啊 使用電子產品20分鐘之後 就要休息一下看下遠夜 每天記得打一部iPad回家 和充電啊 睡覺前一小時避免使用電子產品 多點和你的家長分享你在iPad上的活動 學校網絡有很多可以用的學習平台 在學校網絡下面就可以找到這些東西的啦 例如中文每天一篇 highlife library 做中文英文功課士 如果有不懂的字可以上網查字典 有支字典有讀音和例句 在Google搜尋都有技巧的喔 避免使用完整句子 在Google搜尋那裡輸入關鍵字就可以了 在搜尋圖片的時候 可以用搜尋工具選擇圖片類型 嘅 只要你們做足以上所有東西 你們都可以成為電視學集至多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